疫情之下,交相限制令不少餐廳選擇外賣平台 不過有餐廳負責人說 每張訂單要跟外賣公司分帳至少三成 利潤很少,有黃嘉彤說一下 想用外賣平台做生意 餐廳要先付相架費 之後每一張訂單都要跟外賣公司分帳 我們原本的價錢是加了20% 在客戶之後再超我們30% 譬如我們炸雞頭炒飯 我們這裡的同值是40元一個份 它計算跟客戶收48元 但是我剩下的就是32.8元 一個份是少了700元左右 是很重比的,35%真的很重比 因為我們特別是小店,不能跟他們談 對於上戶話遇到這些問題 外賣公司回應指他們沒有因為疫情 而乘機加上架費 但就承認每一間餐廳 和平台的分帳會有分別 我們是在2019年的年頭 已經開始收了一次性的上架費 我們應該是統一一千元 包括有設置和安裝一些接單的裝備 以及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設一些名單的費用 都包括在這個上架費裡面 這件事我們沒有因為近來的任何疫情 這一類型的影響有任何調整 佣金其實就有不同的percentage 這件事是跟每一間餐廳自己去定立 那個相對應的commission 至於另一個外賣平台就說 外賣自取的佣金已經減至5% 遲些會有其他的措施退出 有線電視記者王家彤不斷